1917年3月 几个哥萨克大首领 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 不要派遣哥萨克军团 去镇压圣比德巴工人时 这位末代沙皇才意识到 这次示威远比他收到的汇报中 严重得多 其实他早就感到事情不对劲 在这之前的一两年 尼古拉二世召见各级官员 询问国内情况的频率 比其他的各国元首要高得多 然而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让他了解到真相 沙皇俄国的行政系统 能走到这一步 也是多亏了尼古拉二世 在繁荣时代开始的 各种执政习惯 韩非子说 民主之所以导致其成者 二饼而依依 二饼者行德也 韩非子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利用奖赏和处罚 来维持政权的运行 这当然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然而 在韩非子的这篇文章的后面 又给行德二饼定义了 对应的人主两大患 一是任贤 二是旺举 这就是需要历史中的例子 才好理解的智慧了 今天 我们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例子 来聊聊封建时代 掌握生杀与夺大权的君主们 为什么还是一定要设法维持公平和程序正义 这里是花扇里 也关注当代和世界的历史演艺频道 记得先点赞订阅哦 尼古拉二世的父亲是亚历山大三世 他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在他执政的短短13年间 沙皇俄国的各项经济指标 都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 创造了俄罗斯帝国最后的辉煌 像是煤炭产量翻倍 生铁产量翻五倍 石油产量翻了十四倍 粮食产量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 财政收入翻九倍 国库存金增长两倍 这些巨大的成就只花了十三年时间 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 你看普京当初竞选承诺 都是引用的给我二十年 还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 他也没说十五年对吧 而连吹牛都不敢吹到这种程度 而且亚历山大三世 几乎是近代历史上最不好战的大国君主之一 他用柔软精彩的外交操作 使得英国呀德国呀这些潜在敌人 而看着俄罗斯的威胁迅速发展 就是没机会出手 在内政上 亚历山大三世登基时 俄国人反对君主独裁的活动已经相当活跃 事实上前任沙皇就是被民伎党人袭击炸死的 即使如此 他在任期内还是持续顺应时代潮流的推动政治近代化 不仅在中央决策上 引进了类似近代公司的管理方式 皇子也亲自试用贵宿通婚法 学了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平民女性 本来在他的任期内 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就大大提升 这些事情又让民间对沙皇制度和皇室的态度 也从反感转变为支持 所谓忠心不过如此 吉古拉二世呢 就是揭索了这样一手好牌 所以在他执政的前中期 他可以表现得很韧性 众所周知的 在繁荣时代君主的韧性 而那个叫个性和亲民的表现 但是他实在是太个性了 在头十年还好一点 各种制度的惯性 维持着执行官僚们的活动方式 在吉古拉二世执政十年出头的1905年左右 随着日俄战争考验着吉古拉二世班底的应对能力 他的光芒就盖过了他父亲的影子 俄国官员们也需要重新适应新沙皇的执政方式 君臣博弈也变得更加认真 然而吉古拉二世就给了官僚们如何举他博弈的信息 本身吉古拉二世在1905年 解除了改革派首相塞吉维特的职务 就引发了民间对于改革将要回头的担忧 同年日俄战争中的雪色星期日消息传回国内 更激发了国民对时局的不满 进而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 这次革命最终是在彼得斯托雷平 主导新的政治改革之后平息 以俄国当局签署十月宣言结束 十月宣言的内容 也是由塞吉维特主导的进一步宣政改革 而后塞吉维特认为 需要一个更加和平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步骤 解决沙俄制度不合时宜的问题 他所主导的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 在次年完成了俄国第一部宣法之后辞职 平心而论 十月宣言和宣法 给予了当时的当权阶级足够的空间 连塞吉维特本人都说 杜玛的性质将由他们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来决定 新体系是有控制让尼古拉二世在合法的情况下 继续实现君主独裁的 但是尼古拉二世很快就解散了杜玛 执行官员们甚至发现 他只是单纯的讨厌杜玛做出了任何决定 在一次次演说中 官员们很快抓住了他的喜好 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宪政和民意制度 甚至可能与他自己的利益都无关 仅仅是一种政治信仰 身为人君 这种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好恶 是无论如何都要藏起来的 否则就必有人利用这种好恶 塑造人设来迷惑君主 其实这才是韩非子将任贤 列为人君祸患的原因 君主表现出了明显的任用贤能的倾向 下面马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挪知贤能的故事来博得君主的好感 贤能它是一种品质 而不是某种禁止指标 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极端的宫廷文化 君主本应该得到的信息也会被蒙蔽 月王浩勇 蜀王浩西腰的典故都是这样的故事 另外宋怀侯他也是过于明显的表现出了自己的好恶 他就是太重视国人对他的评价 而对于用刑很克制 只喊就看出了宋怀侯不喜欢诗刑 就对他说 赏赐这种事情人民都喜欢 这种名声好的事情请君主多做 那刑罚这种事情人民都不喜欢 这种得罪人的事情 不如让我来替你背锅吧 宋怀侯欣然应允 那结果大家都知道 人们看到宋怀侯那里闪罚逻辑不对等 就反而认为他的施政是没有信用的 最后他被指寒所杀 那尼古拉二世现在也成了对官僚们暴露的喜好 对民间失去了信用的危险状态 那哈巴洛夫这种人就投其所好 提升自己在军队内的地位 尼古拉二世又更加失去了了解情况和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 另一件事 1906年 无疑拉斯普金被推进来给太子阿列克蟹治病 世俗求医一直都无法治愈的阿列克蟹 神奇的被拉斯普金预言 明天病情就会好转 第二天竟然真的应验了 拉斯普金自称他用了催眠术对太子进行治疗 以此受到了笃信神秘学的皇后亚利桑德拉的高度信任 然而拉斯普金在宫廷中替王子治病的期间 行为却是相当的放弹不计 带来了不少宫廷丑闻 但就是这样 拉斯普金还是通过皇后 成功的向尼古拉二世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 后来这二人竟然对大臣的任免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尽管大多数的皇室顾问和政府大臣 都劝告尼古拉二世要远离拉斯普金 但是由于皇后的坚持 拉斯普金一直都是在政府内有很大的话语权 宫廷中便出现了留言 说皇后 甚至是说尼古拉对拉斯普金有特殊的感情 所以多数人都选择避免直接挑战这个敏感话题 这就很明显又犯了妄举之患 在韩非子中 妄举这个人均祸患 可不是说用错了人那么简单 他是强调法家的程序正义 韩非子就举了个例子 说韩昭侯有一次喝醉酒 直接倒在床上就睡了 典冠 也就是负责给韩昭侯戴帽子的官员 看到他这个样子 担心他着凉就给他身上盖上了衣服 韩昭侯醒来就问是谁给我盖的衣服啊 左右就说是典冠给他盖的 韩昭侯听了之后就下令 给典冠和典一都下处罚 罚典一是因为他失职 罚典冠是因为他跃拳 你应该去叫典一来给我盖被子啊 所以你也要罚 以为清官之害胜于寒 所以妄举这个祸患 主要是说的官员的程序正义问题 军臣博弈本质上就是信息博弈 臣子对抗君主的核心武器 就是君主的信息都来自这些臣子们 所以君主要十分注意 不要让臣子们有默契的一起隐瞒某些信息 所以跃拳这种事是一定要阻止的 这又回到了行德二比 有了跃拳就容易出现多重管理 那就会出现闪罚难分的情况 那闪罚难分呢 下面的人就感觉不公平哦 那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了 于是就会把决策权还给上级 按你自己来背锅 反正你叫我干啥我都干 你不明说的我都敷衍 尼古拉二世的官僚系统 就变得非常的缓慢低效 那还有些不想躺平的 有能力的或者有志向的官员呢 他们想干事又看不到考核标准该怎么办 那就很可能越拳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拉斯普京是怎么死的 就是费力克斯尤苏波夫亲王这些人 他知道汇报给沙皇也没有用 直接就自己去搞暗杀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 当时尼古拉二世搞的汇报关系 使得很多人一定要越过拉斯普京这个障碍了 到这里其实很明白了 行德二禀和任贤妄举二患 都是在说君主对流程的控制力 法家思想当然认为君主的控制力 要来自系统和流程 大家都做一颗螺丝钉 君主自然就能看到最需要的信息 而法家不一定就对 自然有别的让君主在信息博弈中取胜的哲学 但是偏偏尼古拉二世 他还是个不喜欢听坏消息 和对自己能力过于自信的人 这对他控制整个系统的话 影响就真的要命了 他本来是收到了很多 像是他青春时不能让皇后总管内政啊 像是要他远离拉斯普京啊 要他罢免波江金这些建议 但是他就是不信这些负面汇报 他也不是说听不得负面汇报 只是他总是选择相信正面的汇报 然后做正面汇报的人就得到了信任 然后步步高升 大家自然就不敢给他坏消息了嘛 后来大家不敢向他汇报坏消息 到了什么程度 1917年时 尼古拉二世收到了 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的汇报 行文看起来就像是布尔什维克 已经被镇压了 甚至一战时 尼古拉二世在亲自做指挥官 1916年到1917年 实际的军队总指挥 尼古拉耶维奇 都不敢跟他汇报 俄国铁路系统已经几乎崩溃了 然后就一直没人管这事了 俄军就在关键军事供给和民用物资 都无法有效运输的情况下继续作战 这种情况 你说俄国人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 被真兵上战场能有好脸色吗 然后就发展到了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尼古拉二世明明是那段时间 会见地方官员最频繁的欧洲领袖之一 竟然没人告诉他真相 1917年3月 他理解到圣比多宝这次抗议严重性时 也是200年俄罗斯帝国最后的日子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